大家好,这里是浴冠工业 今天要为各位介绍 以真空帮补取代真空产生器 有哪些好处及优点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我们利用机械手臂 搭配真空吸盘与真空帮补 达到吸附一载的目的 前面配置了流量剂与真空表 方便观察实际的吸附状态 这次要吸的弓箭 就是这块两公斤的铁板 接下来让我们启动机械手臂 与真空帮补实际操作 目前用的真空帮补是UN90V 耗电功率只要250W 非常节能安静 观察真空帮补吸附的状态 因为弓箭有孔洞 所以仍有30到40L 每分钟的气体流量通过 也因为破真空的关系 真空度约近400毫米拱住 但仍能将弓箭牢牢吸住 而各位看到的这个吸盘 搭配我们的真空帮补 可以产生50公斤的吸力 所以现在使劲向下翻也翻不动 吸附的相当牢固 由此可以看出吸力墙不一定需要真空度高 而是要帮补吸盘搭配得宜 接下来让我们用真空产生器做个实际比较 首先我们先打开真空团生器 开真空团生器时 会有一个独有的排气系统声 在展场到处搜出的道理 相同排气量 以真空度的真空团生器 所需要的气源小套 会比真空爆部大很多 再加上这空产生器对空压气源要求已改 一旦被其他用机端选择走 就会顾问 为了避免发生这类问题 以往都是以增加空压气源为主要做法 但增加空压气源等于增加前期设费投入成本 以及后期便衣费用与保养支出 光是便费与保养再算下来 就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以我们现场QR300空压机为空压气源为例 耗电功率为1600瓦 补气量为每分钟300公升 但仍不负使用 因为这样的配置会打不停 就以抽气流量110公升 真空度650毫米拱度的规格 和真空产生器来看 会需要5公斤440公升的空压气源来支持 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而为了攻击真空产生器的大量空压气源需求 空压气规格就会故意选很大 但相对的 规格越大 以及耗电功率也越大 都是一种有时无时的浪费 不论是在设备投入成本 以及便宜费用与保养支出上 各位可以尽打计算一下 现在我们将吸气源切换回去真空帮 关掉真空产生器 您会发现满脑人的噪音不见了 相较真空帮助运转时相对明显安静许多 当我们试着靠近听听看 真空帮助运转时几乎没有什么噪音 而真空产生器一起用 就会有一个老人的排气噪音 但就是透明固运转时的规格 驻覆导你有的那个感规格 descend mier见截 靠近期 politically 创线中操场 就会有点消除 多半端enter 提起 Last Week 然后去决定的咧 它 floating路面 为什么要您用真空邦谱取代真空产生器 这边简单整理三点 一,就抽气效率表现来比较 真空邦谱抽气效率高,真空度也较高 不怕被空压气源影响效果 二,就能源消耗表现来比较 抽气量90L的真空邦谱,耗电功率仅250W 而真空产生器要用的空压源则需1600W以上 能源消耗是真空邦谱的6倍 当然要选真空邦谱 三,就成本与费用面来比较 真空邦谱成本比空压机低 这还没算上真空产生器本体,控制用电磁法等成本 以及长期下来产生的高额电力费用及保养费用 都能采购好几轮真空邦谱了 综合以上,当然要选真空邦谱 绝对是您节能减碳的好选择 路过请按赞,看过请分享 喜欢请订阅,别忘了按小铃铛 拜